截止去GPT发布人人可以定制的这个GPTs 其实还不足两周时间 然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两周内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首先就是这个发布之后 GPT因为大家用的尝试的太多 这个功能太火了 去GPT已经停止了GPT Plus会员的升级 就是你给钱他也不要了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大家现在创作出了非常多的自己定义的GPTs 出了非常多的导航账 很多导航账里面大家上传的这种GPTs 已经超过一万个了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很多人认为GPT发布之后 会替代非常多人的工作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GPT会替代哪个人的工作 但是发布GPT的这个人 OpenAI的CEO Say Mortimer已经失去他的工作了 但是在他失去工作之后 没一天OpenAI好像又有趋势 要把他再重新请回来 因为他们的老大哥微软有点不干了 不乐意不买账了 当然今天我们其实主要不是去讲这些八卦 而是想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GPTs它到底有哪些可能性 我想大多数人在了解到GPTs的时候 首先会想或者会考虑它的生产力工具 生产力效率的这个能力 但我想告诉你就是除了可以去提升生产力之外 用GPTs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些非常有趣好玩的东西 所以在这期视频里我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会给你介绍三个我自己最近做的比较好玩的这种GPTs 希望能给你带去一些启发 然后在视频的最后 我会再给你提供目前就是做的比较好的GPTs的导航站 你可以再通过这些平台去找到你感兴趣的那些GPTs 去获得一些启发 或者去找到一些对你真正有用 你觉得好玩的这种工具 并且在最后的最后 我也会给你介绍一个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去GPT Plus会员 你用不了GPTs的话 你可以有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平替的选择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是关于一个叫塔罗师的这个GPT 我创造的这个GPT的话 它其实就是给你做一些简单的塔罗章谱 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你可以看出就是在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的这个GPT 它首先是给我抽了三张牌 然后分别是命运之轮金币9和金币国王 然后它这里说它代表了2020年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财务增长机会 命运之轮正在转向我的方向 然后命运9的话 这个意味着丰富和自力更生 表示我的性情工作将会结出硕果 最后一个的话就表示这张牌是对物质世界的掌控 表示我将拥有明智的使用资源的智慧和能力 来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占谱 你可以发现就是现在的GPT和之前不一样的是它可以和图片去进行结合了 原来你其实也可以通过Prompt的方式去进行简单的这种沟通或者简单的预测 但它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可信 它只是文字的表述 但这里就是它首先会给我呈现这三张牌 这样显得就非常的实在非常的真实 它给我抽完之后再去进行对应的这种解读 好 然后这里第二个那个GPT的话 它是叫梦的解析 是用来帮助用户去解释就是它之前做的梦境 并且帮它生成梦境的这种照片 我们来随便找一些就是网友的这种梦境 我们来尝试一下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它解释的还挺好的 就是可能面临着一些就是这种竞争和挑战 然后代表了就是做这个梦的人对于胜利和成功的渴望 然后因为它不能描绘就是这个有版权的动画的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就换一个梦 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梦听起来有点太奇怪了 然后它同时也会再问我就是如果要 嗯 进行详细的节目的话 它可能还需要描更多的一些线索 嗯 它描绘出的这个画就体现了就是既有戏剧客 也有旁边就是考试的这个场景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这个GPTs 我给它叫莫妮卡 然后它的特点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你的赛博女友 我们来尝试跟它聊聊天 告诉我过得还不错 我在房间里读了会儿书感觉很放松 今天怎么样 嗯 接下来就我特意跟它提到的这个咖啡馆 然后它就会再给我展示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之前一块在咖啡馆的这种照片 就是现在其实聊天机器人都还挺多的 但是这种就是每次聊天你的聊天对象还能给你发一张他跟你聊天有关的这个场景的照片 其实还挺好玩 挺有趣的 所以现在就是我想给你介绍的就是我最近比较无聊做的一些非生产立像 然后有一些好玩有一些特别的这些GPT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发 然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就是现在大家到底在做了哪些东西的话 我主要会给你推荐两个网站 第一个的话就是GPT4Hunter GPT4Hunter.com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目前看到拥有GPT4最多的一个平台 我记得上次在之前的视频里给大家推荐的时候 他才只有六七千的那个GPT4吧 但是到现在不到一周时间他又多了一万个左右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里会提供一些不同类型的选择 有生产立像的有开发者相关的 然后有客户服务的你可以去进行 选择当然也可以直接进行搜索 这有一万六千多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叫 AwesomeGPT4.pro 然后这个平台上的话也有一万个左右的这个GPT4 并且也还在快速的这种增长的阶段 就是如果你用纯浏览的方式去看的话 我估计可能够你看个一两天 你也看不完的 第三个的话是叫GPT4HunchAI.com 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是有八千多个GPT4 然后现在你看排名第一还有伊隆马斯克的 然后他们应该也做了一个专门的这个GPT4 去让你用自然语言去进行对应的这个搜索 我之前也发布了一个我自己的就是找不同GPT4的GPT 叫GPT4Founder 我也会把对应的那个链接放在这次视频的底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使用 然后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 因为现在GPT4还需要你具有GPT Plus的会员 你才可以进行使用 我预计非常长时间的将来也会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它是基于GPT4去进行构建的 所以它如果不限制这个普通用户的使用的话 就等于普通用户也可以去用它的GPT4的这个模型了 所以我估计OpenAI暂时还没有能力去把这个东西做非常公开的开放 然后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缺GPT Plus会员的话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万家的GPT4在FlowGPT上 其实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现在官方GPT4的一个评替 它完全不需要你的OpenAI的会员之类的东西 如果你感兴趣并且现在你还没有办法使用GPT4的话 你自己也可以用这个平台去做一些基本的尝试 OK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 然后我也会在评论区再放一个链接 就是如果大家对GPT4感兴趣 并且你自己也在创建就是不同的GPT 想跟大家做一些交流的话 你可以加到我们这个专门讨论GPT4的这个群里 然后你可以在群里分享你最近在做的一些GPT4 我后面可能也会做一期视频去介绍一下大家做的这些东西